感情激烈之后呢 现在有民众很不开心的 为什么 因为是满界的竞选旗帜呢 偏偏有一块压克力网嫩版制成的选举广告 就这么的掉在了地上 结果民众骑车过去 因此摔跤 全身多处擦上不说 他的头呢 还差一点被货车压了过去 让他超级火大 压到大概一点点的地方 我整个人就已经摔出去了 边走路边扶着腰 整个腰都扭到了 膝盖小腿还摔到红肿破皮 林先生想到就生气 平常骑车最熟悉的一条路 当时时速也就骑二三十公里 却害他摔了一大跤 握手就是这一块竞选的广告看板 只要再玩个三秒 我可能整个头就已经不见了 因为后面有一台货车 那如果说明天是一个 载着小孩的家长 他这样子也出状况 那可能 这个事情可能就不是一个单一的安全事件 仔细看看这一块竞选广告 因为是压克力瓦楞板制成的 所以是相当的滑 不止自己骑车滑倒 上面早就已经布满了机车的轮胎痕 可见这个压克力瓦楞板掉在地上 已经很久了 不过林先生向政府反应 得到的答案却是无法可观 助理跟我回答说 他们没有办法管 因为他说大家都这样 一直以来没有相关的法令 也没有相关的措施 林先生说每到选举时 竞选广告们接挂不但影响市容 现在还造成安全危害 接管处表示 目前法令没有对竞选广告来做规范 只能呼吁悬挂的时候要特别注意 不过听在民众耳里 不乏万一选举时间一到 又再发生怎么办 中天新闻综合报道